回到新闻现场我们持续来掌握的是艺人黄紫娇的MeToo风暴 持续的言招除了有被曝出只有未成年少女的偷拍性影像遭踏伐之外 现在有另外一名K小姐日前有指控在2006年 那对方是以拍艺术照为由呢 性侵她得逞 目前全案是已经交由这个北检指挥侦办了 就在昨天检方已经用她自案来调查 那么这也是在今天白天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哦 另外是实况主统神张家航 因为日前的失言风波也被各界踏伐 昨天晚间她再coking台北市议员苗博雅 结果被对方狠狠上了一课 对此呢这个统神还特别在凌晨发文道歉 时间点是在凌晨3点多 在脸书发文道歉说她真的知错了 今天要诚心诚意的跟社会大众道歉 那我们就要来看到立委徐巧新 她在脸书有特别发文说 卫福部述发部减掉的不作为 正是儿哨性剥削 无法根除的源头 那她就说了整件事情发生至今呢 这个黄子教已经犯重怒 她立刻提出该修法 但是她想问的是除了刑则跟刑度要增加之外 要惩罚那些持有不当影片且偷拍的人 但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政府明明有权来处置 但是却抓不到 甚至整个网站都不下架呢 到底是懒得办还是根本不想办 还是办不到呢 那我们就要来看到了 现在据说创意私房已被超了 会员数是超过5000人甚至还更多 而影片是超过20多万片 那我们就要来带您了解啦 这个创意私房是全台最大的情色论坛 那采的是会员制 会员跟版主的分润制 只要是高级会员你价钱出得起 那么就会提供影片的下限 想尽办法会满足付钱的人的一些欲望 比如说偷拍到的金主指定的人选 比如说现在传出真名的啦啦队员 甚至主播都受害 那么有非常多的无辜女性 甚至未成年都成为狩猎的目标 手段极其可恶 那目前我们得知的是 包括有国小老师 还有保险业务员 屏东的警察 退休的法官职子等等 最高是判17年6个月 那其实呢 整个这个案情曝光 我们等一下就来为您说明 那现在呢这个唐凤呢 他就有说在9号傍晚 已经收到卫福部的公文了 要求整个要停止这个创意私房的 这个网狱的措施哦 但是其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因为现在居然虾皮出现的是标榜 偷拍的社群耶 而且你偷拍的影像也有包括 未成年的无辜少女的身影都在影片里头 让许多女性 许多呢这个有女儿的家长能够不担心吗 这样的偷拍事件一再一再的上演 现在还惊爆 就连北投的黄尺偷拍案的来源 也是黄子娇有高级会员的创意私房 而这个网站的知情人士就有透露了 内部其实呢 是有在流行一个狩猎的游戏 也就是说你高价去点菜 下线呢就会不择手段来帮你偷拍 那甚至呢还有标明一些什么 价码啦等等的 其实手段是非常可恶的 完全没有办法被社会大众认同跟接受 你为什么要说什么事情 他们懂啊 台铁车厢中群情激犯只问黑男 因为他竟在月台偷拍女子 当场被抓包 不是我耶 他刚才偷拍我 偷拍影片人赃据获 现行犯直接逮捕 但不止公众场所偷拍极其嚣张 更惊爆就连背头黄池偷拍案 也是大喇喇在网站贩售来源 就是这 一人黄紫娇拥有高级会员的台版 N号房偷拍网站创意私房 就是流出黄池偷拍案的源头 背后原因更惊爆 是因为网站内部在玩一种狩猎游戏 高级会员队单纯被喂菜不满足 可以加码点菜 把相看的内容标明价格 下线们就会失禁手段 派到金主制定的猎物 从知名主播啦啦队员 都是受害者 更惊爆网站内部规则 竟比国家死法还可怕 违反网站规则 不管是流出影片或是骚扰当事人 都会直接被公开账号公审称处 网友惊呼 难怪养成这样庞大的私中犯罪恋 连会员各自都能公开 更何况那些被偷拍者的权益 而内部高达五千名会员 就算不贩售 只是购买或店菜 恐怕都有刑责 购买而持有未成年性以上的部分 会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如果是为了点菜去要求 网友已经构成教售 会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终于私房恐怖行径 因为黄子娇持有未成年少女 不雅骗造的踢爆 抒发部卫副部竟然 互踢皮球好几天 10号才终于愿意断网 然而内部五千会员 恐怕也将被检警 透过会员资料追查 瓦解共犯结构 记者王志文黄玉兰 台北报道 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在9号晚间 透过直播跟统神折战 双方不欢而散 为的就是黄子娇事件 而时事评论员黄瑶明就评论了 说整件事情其实很无聊 那吴征自己更无聊 自己是党的发言人 把自己做小了 而现在民进党可能是想要来打张小燕 但是黄子娇 已经拿到了政治正确的门号了吗 我们继续来看看 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 尤其吴征特别无聊 你应该与世吴征 结果你跑去征这个事情干嘛 老板叫你开直播 结果老板叫你三天没有版面 就要被修理 结果你现在抢到版面了 抢到这个版面好吗 这个好吗 结果今天还说什么 因为早上赖清德公布内阁 吴征还是旁边私疑 结果呢 媒体赌他问这些事 他说不可以拍到背板 会拍我被骂 我说我的天哪 这个你先把执政党发言人的角色 定位清楚 今天你不是法官 你不是什么网路警察 你不是网红 还是也许他们觉得 他自己是网红 他现在就是在经营自己 把自己的定位定义成网红 所以某种程度我也恭喜吴征 听说昨天他的那个线上 他自己的这个频道 就破六千人有一群台派的民进党这个这个彻翼或什么 他们打黄子焦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他们要把他往上打 打张小燕 说小燕帮 包括像今天周玉寇都讲了 小燕帮 可是你们有没有搞 你们要先把脉络搞清楚 黄子焦在这八年已经很努力的 在洗白自己投靠蔡英文了 孩子出生的时候 蔡英文都会写卡片给他 卫福部又为什么要找他代言 因为他已经取得政治正确这个门号了 你们打错了 黄子焦现在比你们都还爱台湾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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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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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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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